大家好,今天是5月27日,星期日 剛剛錄完香港財經R 香港的天氣連熱了五、六天 現在還在33度,剛剛下了一陣雨 好一點,大家出外就記緊要做好些防曬,帶些瓶裝水、遮蓋紫外線 今天會講一個輕鬆一點的話題 半個輕鬆一點的話題就是關於馬逢國發脊出事記 然後就說回地鐵 這個標題很好笑 這位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先生 為什麼說這件事呢?因為他沒什麼頭髮 他也62歲,也正常 但是他就因為發脊出事,人們就笑到一波一波 他也在網上被人笑,你只有幾條頭髮 還需要什麼用發脊? 他就說發脊是很重要的 幾條頭髮都要打你 其實我告訴你,如果你頭髮不太多,或者有脫髮問題的話 我坦白說一句,你用發霉 或者用其他,有很多的帶假髮,發片 那些,在娛樂圈裡面很多都有 坦白說一句,因為你用發霉 或者發片等其他 你本身那個毛狼是讓他自然呼吸的 每一條都是的 每一條裡面都可以 拿到新鮮的空氣 但是你找些東西堵住那個口 特別是那個毛狼的底部 那個頭髮就會更加受損,更加需要弱 當然,男士脫髮就是紅色 大部分香港的男士都是紅色型脫髮 所以,變成了一件事 其實會令到你頭髮已經少了,還是更加少 這個題目我告訴你 被很多人笑他 你只有幾條頭髮 你遇到幾條頭髮 你遇到幾條頭髮 但是,他說 我都說要遇到,幾條頭髮都要遇到 我覺得很好笑 其實我想起 不知道大家可否給我那個名字 我忘記了 之前發覺 有個總理 他也是只有幾條頭髮 但是,他有個御用的髮型師 連出差都戴上去 那個髮型師要計算成十皮一個月 對,他只有幾條頭髮 我不知道他帶著髮型師做什麼 如果大家知道那個名字是誰 可以在留言告訴我 我忘記了 在網上找不到 但我很記得這宗新聞 事源是說 馬爾元 在星期一 他上飛機去北京公幹的時候 他帶了一支 我不知道是不是圖上面 200cc發脮 但是 過這個安檢的時候 其實最多就是100cc 如果大家有去過內地 或者其他地方 你都會知道 我也試過 在上海入境的時候 我帶著水 因為那支水200cc 他說不行 要我喝光 那我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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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安全問題 就是防止你有爆炸品 或者其他東西 但是他呢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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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他就不是說 如果我是他 那你找個另外一個容器 再走另外一半 那 就是回來拿回就行了 對不對 或者扔掉了一半 那他又不是 對呀 他是達朵 就是達朵 他說我是議員 你不認識我 對不對 那 這個機場保安 就怕他被他上了 那我不知為什麼 這件事 就 怎樣說呢 這件事 就不知為什麼會養出來 我就馬上想起 那時候龍蝦嫂 很多人都跟龍蝦嫂那件事 就說 就是他幫女兒 就是他女兒進了閘 那其實呢 他是不能夠再送東西進去給他 但是呢 他可以 因為就說 梁振英已經搭了 OK 那其實 兩方面 就是很多人都不明白 就是說 第一件事 你可以走VIP通道 第二個VIP 就不是你去申請的 是機場主動給你的 OK 因為你的身份比較特殊 我不用專櫃 但是呢 在這個保安事件上 其實 議員 是沒有特權的 因為這個是關於危險的問題 你是影響到整架飛機的 如果你爆炸品的時候 你有200cc很重要 液體炸藥很重要 或者異然之類 所以這個都是為你好的 其實是很好的 其實是 那麼呢 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馬逢國 在這個 24號 怎麼說呢 就是 公開道歉 他說 當時 只是超出不多的時候 為什麼不讓我過 但是他不明白這個安全問題 這個是安全問題 就不正常 就是 議員是沒有 除了在 會議室之外 我相信議員是其他事件上 都是沒有特權的 即是六八九都沒有 那時候龍丫嫂也被人罵到PK 那我相信龍丫嫂當時送進去的 是他的女兒的藥 正常應該他的女兒 在 安檢裡 出回來機場 拿回那些藥 又重新再進去一次 但是他就沒有這樣做 因為他覺得我是 特首夫人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 這些是不重要的事情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這件事會爆出來 基本上 連這個 現在正在做兩件事 一件事就是 這個保安公司的職員 都展開這個紀律調查 第二 就是立法會裡面 也都開始 有辯論案 就是想彈劾馬逢國 我覺得其實那個保安職員 是很無辜的 那你叫他怎樣 對嗎 有時候你要明白一件事 你要這些議員很麻煩 如果你不肯的 他就唱你 這個議員 但是這些都不肯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很多保安職員 都是想保住辦公 我覺得 你身為議員 或者龍蝦嫂 那些 你去到這個身份 這個地位的時候 你更加應該要 保持著自己的克制 別人很難做的 你特首 你跟我老闆這麼熟 我記得他還搭了這個 公司的老闆的名字 大家有看到 頭髮不太多 不過他已經62歲 報道這個 體育演藝文化出版界的 立會議員 馬逢國 怎麼說呢 我覺得這不是一件大事 反映到一件事 很多有身份地位的人 他沒有就有自可 當他有了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中國人很奇怪 我們看中國的文化 你也看到 很多人沒有就沒有問題 但當他去到那個位置 他就不是這樣看 他有了那件事的時候 他就覺得 我是議員 喂 沒什麼危險 你也不通融我嗎 那就是這樣 但其實我們看 四書五經 或者孔子的書 都說了 你越做得高 你應該越克制 做一個好的榜樣給別人看 但我覺得這件事很好笑 他說 幾條頭髮都要捍衛 這個 當是一種 怎麼說呢 一種娛樂性質 這樣去看 立即被人扯到葉劉 因為葉劉當年都捍衛他掃把頭的形象 先喝一口水 當時 大家可以看 在Youtube有畫面 推銷23條的時候 在論壇 他掃把頭 黑眼鏡 今天他沒有掃把頭 我經常說的 一個人 你有了地位的時候 你就捍衛了 現在 坦白說 你要由低做起 那你死死地氣 你就跪地氣住 改一個良民樓出來 一個良家婦女樓出來 所以我們中國的古書都沒有說錯 人有那個地位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改 我都有這個權力 沒有 你要去拿的時候 你求人給你的時候 你就肯去改 對不對 他說回一些法律 馬逢國說 你表明身份也沒有意思 這是保安法 都不關於海關事 我覺得我們的重點不是這裡 重點就是 他覺得自己有這個權 有這個身份 你不讓我 那這個是不對 我相信 你回到零幾年的葉劉 他都不會這樣說 但是現在當然會 由低做起 衰過 跌倒過 做一個好形象出來 讓人進入立法會 就是這樣 是不是 這個 搞笑版 馬逢國 我們說回 嚴肅 說回港鐵 我經常說 港鐵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龐然大物 基本上 在所有事情 都是保護他 你看到馬士亨 我們上次說過 輪胎磨損 他根本就是發火 罵記者 我覺得有時候 記者會多問 但是公眾也想知道 為什麼呢 這些是公帑 是公帑 如果不是用公帑 我反而覺得 沒問題 但是你是用公帑 你整個高鐵 是什麼 所有超支都是公帑 給的 對不對 你高鐵接連發生這麼多事 你是不是應該要 如實這樣 向公眾交代 而不是說 收收賣賣 為什麼發生這件事 不說 是不是材料問題 不說 是不是偷工 減料問題 不說 搞定 先說 搞什麼 有一件事 我都覺得 譬如說 我之前說香港財政R 譬如新秀例 別人這些企業 就是 我不管你怎樣追擊也好 我正常的 我OK的 我就復牌 你不像中興通訊一樣 他肯定很多關聯交易 他根本就不敢復牌 在那裡停牌 那是不能夠反映一個企業 當時的狀況 而對投資者都很不公平 港鐵也是一樣的 你沒有人制得住他 其實現在 是不是 有事故罰錢 有問題 總而言之他只有一件事 你們要通車 你們要通過財委撥款 有事 完全不公佈 喂大哥 你不是小事 這件事 全部是市民的錢 怎麼能夠說 你要那麼多資料都沒意思 我告訴你就可以 當然不行 對不對 你要向公眾 適時交代 不止 香港市民沒辦法 你看到 陳凡和他 比打Bang 政府 怎麼會去 施壓力給港鐵 港鐵比政府更大 如果香港市民 以為 香港政府 會施壓力給這些財團 大型怪獸 領會 是多餘的 大家看到 有 強積金 有商界反對 立即停了 談了這麼久 合法的 最低工時 停了 2020年才談 為什麼 因為財團反對 工會一反對 立即停止不談 最厲害 我經常都說 好像王岐山 在這個峰會論壇 我經常都說 一件事 如果你共產黨 打自己人就厲害 一去到 見到老外 紅蘇綠眼 腳都震了 我們不希望打貿易戰 不過我都不怕 你說些有什麼意思 沒有意思 是不是 你怕什麼跟他打 我時間找個Google出來 你的Android 我說你沒有交稅 我說你 壟斷市場 一樣要死 他敢不敢這樣做 誰敢 等於你現在 香港政府 所有財團權貴的東西 全部都是不通過 那些男生圍 高越呼球場 全部都不通過 有人阻止他就不通過 但是什麼呢 壓迫一些小市民 他就可以了 例如立法局 喂 地鐵要超超 快點通過 不通過很遺憾 就是你最厲害 就是打一些 難聽你說的 打一些小市民 打一些香港眾志 這些 這些大老虎你就不敢動 那有什麼意思 喂 你政府大股東來的 地鐵 對不對 你看看 握頭握頸 你是不是要催促他交代 不交代我罰你錢 是不是 罰你錢的錢給市民 可加可減機制 我說這麼多年 我都沒見過地鐵 搞過價 他敢不敢帶頭出來 研究說我要改 沒有 那有什麼意思呢 你這條高鐵 搞出來 我告訴你 我真的不想 喂 最後發現 那些喉管有問題 重新搞過 流水 喂 那些路軌的 財質有問題 喂 某些軌要重新鋪 我真的不想見到這件事 喂 還有 你可以給馬時空說 喂 不是喔 買國內票 我沒權搞的 有沒有搞錯啊 大哥 你搞了這麼久 即是他有問題 政府也有問題 你還要加收10% 或者每程 的手續費100元 即是你這些政府有沒有去理 完全沒有理 喂 你當市民是陽股啊 大哥 喂 如果我上落一程 程是手續費都加多200元的話 誰去回答啊 怎樣回答啊 都沒有錢回答 對不對 即是如果 隨便說 我想去福州的 糟了 我在香港買票 10%都糟了 來回票10%都幾十元 如果你說還要 手續費成舊水的話 喂 那我沒有錢 我真的回去轉車 告訴你 我真的回去深圳北轉車 因為我沒有錢回答 大哥 如果經常回答的人怎麼回答 那我曾經聽到 喂 你們回去大灣區住 我相信有機會 我都會看回大灣區的資料 但是我從來 都不指望這些 喂 你回去大灣區住 你回去大灣區發展 香港的市民 木桿很短淺 一定要跟中國融合 怎樣融合呢 我想問一件事 我怎麼回到大灣區發展呢 你不是想我抬舊錢去做生意 去那裡開店 要去那裡住呢 我都沒有住 我都沒有戶籍 我在那裡怎麼生活呢 喂 你說諸澳大橋 我聽林忌都說了 喂 每日來回啊 喂 幾百元啊 大哥一天 來回的話 那我一個月 用一萬元車費來回去那裡買樓 那一萬元車費 我為什麼不在香港租一間屋呢 我交多幾千元 起碼都租到三百幾四百尺 現在的生活水平來說 那你經常叫人去大灣區發展 怎樣發展式的大哥 你叫他打工 他怎麼打工啊 我都沒有戶籍 誰請我啊 我去做生意 人生路不熟 怎麼做啊 喂 這麼遠的地方 我去做生意 我都要去住的了 我住在哪裡啊 有沒有些人帶頭 有沒有些package 給我們去做啊 你叫現在一個22歲的大學畢業生去做 怎麼做啊 為什麼我要請你啊 你有個套裝 這些 香港政府這些官員是廢的 喂 怎麼去啊 去看看就可以 回來 你講諸澳大橋 現在通車整點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覺得很有問題 你叫我去大灣區怎麼去呢 是不是 你搭飛機去北京都可以 一天來回都可以 是不是 星期一飛 星期五回來都可以 但是問題 我怎麼落席去做事才行 喂 我去做生意 我怎麼做呢 我拿著一千萬去做生意 我怎麼做啊 我沒有戶籍我什麼都沒有 我又不懂去申請 就是香港的你知道怎麼開公司 在那裡又不懂 請人又不懂 什麼你都不懂 怎麼做呢 你政府有沒有個package給別人呢 沒有啊 是不是呢 就是等於你地鐵 現在有監管嗎 有啊 不過有它 就是你可以公然給地鐵出來這樣說這件事 而政府是沒有說的 那你監管什麼呢 它比你還兇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很有問題 這些 就是我對這條高鐵開車呢 不看好 大把手未 你去到財委會第三獨的時候 這個一地兩檢第三獨的時候 一定被人張 不過都是過 為什麼 投票 票數你不夠多 就是這麼簡單 好嗎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裡 那希望大家 周末愉快 那希望大家多多留言 好嗎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下個影片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